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有一個 就是身分證的一個標案 因為我們要做新的身分證 本來預計要投入40億預算 今年10月要公開招標 結果突然之間 在6月的時候改成限制性招標 本來是要公開招標 改成限制性招標 而且直接由中央印製廠得標 那好嘛 就算給中央印製廠做也可以 國家的 有國家的對不對 這個也不會讓人民稅金外流 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中央印製廠不會做 他不會做他怎麼會得標 他沒有晶片製造的技術跟經驗 而且之前他還出過一個大包 不要忘記我們那55萬本護照 被他印錯了 被他印錯了 本來差點要花2.2億 後來是用2000多萬去解決 用貼貼紙的方式 曾經出貨這麼離譜的一個東西 然後他自己根本不會做這些東西 然後結果硬是要把這個標案給他 給他之後 而且中央印製廠 直接把價錢提高變48億 馬上多8億 然後你知道他要幹嘛嗎 做什麼 他對外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轉包 因為他不會做 還要再轉包 是 轉包 而且他要求你至少有做過 折議員的 你才能夠來 那意思是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廠商有這種經驗 那你就說要給外商了嗎 你就擺明要給外商做 那何必要跟中央印製廠承包 就你知道內政部有回應 基於嚴謹安全控管國民身分證 以限制性招標委託中央印製 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 這怎麼會嚴謹 你到最後是轉包給國外廠商 所以就說資料全部到國外廠商手裡面了 等於我們養1300萬人 所有的人的身分證資料 全部都在外國廠商手上掌握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所以他怎麼會嚴謹 怎麼會安全 所以這個內政部 我合理懷疑 你們是不是又在搞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 這一定要給我說清楚講明白 郭靖 我們看到新的身分證換法 這開樓的經驗都大概幾十億 可是明明我們台灣人 就有這樣的技術可以做 偏偏就要把這個承包轉給外商 奇怪 怎麼都有這麼巧的事情 台灣只要政府可以做的工作 絕對給外商做 讓我們自己的人做 就沒有回顧人賺 讓外商經過無路加這個坑的人 甚至立委 人家的產商會回顧給他 你懂得這麼說 但是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還是在社會上 我整個頭上都想 那300萬的問題 我是要怎麼跟人家賺 網友說 誰沒調過零用錢 說誰沒調過零用錢 這個叫做零用錢 好多的零用錢 誰沒調過零用錢 我聽這個討論 這個叫零用錢 我零國性是要怎麼跟他賺 對 人家這是零用錢 對 要怎麼賺 他選的方式多厲害 這大家教義官 是的人都知道 不必我直接說 但是他兒子有講了 他兒子有破領書了 破領書了 他兒子說 這是我叫我媽媽拿給我爸爸 給我付材料 設備的錢 就是創業的錢 創業設備的錢 創業設備才會再給大家 負現金上台貸貸貸 你用回就好了 好 問題來了 是媽媽給爸爸的 爸爸向媽媽拿的 好 陳大委員 你不能再說什麼人照理 什麼人的 你媽在哪裡 還是你老不管是都知道 零用錢 抽屜打開都有 抽屜打開都有 不然這個網友誰沒調過零用錢 300萬 零用錢 所以說你兒子說 是你叫爸爸向媽媽拿的 好 如果像他兒子說 我們選擇相信 媽媽拿給爸爸 媽媽什麼時候去領的 那個畢額 畢額是500的 還是1000的 還是2000的 分幾本 如果選舉期間 如果整塊錢都500的 檢方會怎麼認定 檢方會怎麼認定 有這個嫌疑 變成什麼 但是這時候還沒了 那頂級還沒了 不要跟我們買票 尊重他也不可以這樣說 我相信是不會了 不過自己關心的人都知道 就要請陳委員夫人出來 陳委員夫人很忙 如果今天我PO了一張 陳明文在勘州索亞的時候 我去他申言 我相信他不會貪污 我們還反暗費 結果我眼睛瞎了 我錯了 他確實經法院認證判刑確定 洩漏底標 我發了一個懺悔文 他們太太怎麼看你知道 林國慶先生說得對 但是不只在看守所 也不只有鋪紙的晚會 還有好多場 你們上去看 還沒用 現在來這300萬 又丹夫人你要改歲 你是當時小孩 錢的上面 回來的時候是金錢人 日子是對一天 儘管會有差嗎 還是你們家隨時 零用錢拿出來就300萬 所以我們都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有資的權利 因為公眾人物就必須接受 社會檢驗 這是大家知的權利 您要有完齋 金管會加油 我確定 如果金管會是我在 發夢發 你要鼓勵最加油 發夢發 到尾火車 你們敢辦 我佩服人 你們敢辦 我佩服人 但是他一定說 人家自己的錢 我還是要辦 但是300萬 這已經變社會新聞了 我3千塊檢察院 就換我來行 不然現在我們不要呼籲金管會 呼籲檢察院 來主動介入調查 3千塊就叫我 沒人敢調查 我跟你說 當初陳明文 被收藥到看守所 辦他這個檢察官 多可憐你知道嗎 現在離職 他被國家機 他已經說國家機器在搞他 所以把那檢察官給 以前不是一定是他 或者是檢察官個人問題 但是檢察官會做不下去 調來調去 只因為你辦到不該辦的人 對 調到你看看 你知道他御用的律師 現在在當什麼嗎 御用的律師現在是 法務部部副部長 還真大的官 管理官企業也知道 這御用的律師 有在調 直接跳來做法務部副部長 還可以直接去跟法連做管庁 不用選就做管庁 你看他在小英身邊 他的力道有多大 連這個都是 我相信跟 不會說這個 他的律師去當法務部副部長 跟他沒有關係吧 不會說不是他提息之恩吧 所以要對丹明文委員 你真的心中要強 不然實在說 檢察官 連檢察官就認輸 死這頭都死掉了 我們這個小老闆事要怎麼辦 國警是這樣 整台灣的人都還不懂 剛才我這種最驗頭的 我自己的故鄉我不選 我把我寬寬的來 他的地方改選 艱困險區 最艱困的 但是我就是白目線 我就是要挑戰這種 不可能的任務 來 謝謝你 你讓我撿到一支小小的槍 但是我不會 我不會因為這樣見列欣喜 我是希望說 給大家一個了解 這三百萬是什麼錢 怎麼來 買賣多少 當然是你來 金管會 選舉真的要用錢 農委會也能夠拿 我們的納稅錢 去做一些宣傳的事情 但更重要的是 有個人拎了一卡皮箱 從南到北上來 結果這個皮箱裡面的三百萬 是要給那兒子 沒想到偏偏給忘在高鐵上面了 但陳明文到了今天晚上 還是不出來 你越不出來 越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吧 我是覺得說 今天如果失望做過了 我三萬塊 我會很厚 很艱苦 甚至我知道 我落在高鐵上 我會去報案 有什麼三百萬 三百萬 有人會沒有報案 有人會選擇 選擇避免 選擇避免 避免 應該 照理講 我不是相信 我相信他錢是給兒子 去創業 這個部分我絕對相信 不過我是覺得說 這社會觀點 飛機可以載濕淹 叫做超買 超買 高鐵可以載現金 叫超代 超代 如果整台關過 抓到 他也說我是超代而已 也沒有什麼事 反正都超 我是覺得說陳委員應該 我想不透他為什麼會迴避 他應該在第一時間點 會出來跟大家說 這是我真的 我要給我兒子支助他 幫助他去做投資 要做成我們一個人心肚肉 我們只是我們的兒子 最合理的 藉由這個時間出來 大家說感謝高鐵 這是我們台灣很漂亮的一個風景 300萬在高鐵丟了 還可以找回來 感謝高鐵所有人員 應該是這種態度才對 怎麼會選擇回避 我就想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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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但是我還是相信他講的 沒有撇擦 是要給他們兒子 但是又換個角度 他們兒子在電視台說是 他叫他媽媽帶給爸爸的 媽媽什麼時候去領這些錢 在哪裡領 因為現在我們房子詐騙 還有市場方制法 你只要去銀行 你只要50萬 甚至100萬都要定期誰 還誰他會跟你問 說你要幹什麼 所以300萬 要往上報的 這個如果在銀行絕對有紀錄 對 在銀行絕對有紀錄 而且要報金管會 我們就要試問陳太太 你今天拿給你老公 是今天早上領的 還是昨天領的 去哪裡領的 還是你家隨時都換了300萬 隨時都放300萬 那這個警察院申報上有申報嗎 大家都知道他們住在家裡 在嘉義市 在家裡他們家很兄弟 大家都知道 那茶道大家去拚 說隨時都有這麼多錢 來拚這間一定透明 會引來小偷的記憶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為什麼陳委員要選擇 迴避 應該是要把高鐵人員 給他們讚賞 給他們感謝 錢給孩子 我相信大家都會接受 而且大家都為了孩子在打拚 不過你給他300萬 一定要從嘉義莫堑 還不可以看他 他真的說要算300萬 放出去到比利賓嗎 也知道放出去 尊重要求賣 媽媽可以從嘉義中 看設備的公司就好了 要再300萬 這我30萬塊我又在家裡 所以我也是要加倍努力 因為他那麼多錢 我賞了也沒有錢 這兩天選計法是要怎麼選就好 所以今天我一個公司要下午 人家電腦過來 郭兄你要跟人家選什麼 你要跟人家選什麼 青菜出門三百萬 放棄中沒關係 你要跟人家選什麼 我說我選的是人心 我選的是民怨 他選的是組織 他選的是金錢 但是我 我要用銀心 跟歡聲出來的選票 來跟他一起